家人不停的拨打电话 难以接受意外的发生 前职棒球星张志佳经传在大陆促世 住在台中太平的妈妈和大姐 证实消息表示清晨才接获二号 目前正赶办台胞镇 准备前往深圳来处理后事 见他最后一面 据了解张志佳近日在大陆工作 因为和家人失联引起家人担忧 请朋友前去查看 为了朋友敢抵齐宿舍查看时 却见到他是趴在桌上已无生命迹象 运动局长李玉瑞表示 是否在第一时间已经与家属联系 一位优秀运动人才的养成非常不容易 那我们觉得接下来 台中市政府这边包含运动局 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家属来做一个联系 那对于奔上以及反台智商的事情 我们会携请相关的单位 尽最大的力量来做支持 那毕竟在人生的最后一段 我们希望让自家可以完整的落叶归根 那家属上面的心情以及后面的威慕 我们也会积极来做一个协助 运动局表示 一位优秀运动人才的养成不容易 对于奔丧与反台智商事宜 也会携请相关单位 尽最大力量来支持 让张志佳可以完整落叶归根 后续也会慰问家属 记者杨中换台中采访报导 字幕秀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